Nokia 8的智能進化得到了非常大的突破 例如前後鏡頭可以同時使用 在一個畫面上 一半顯示前鏡頭 一半顯示後鏡頭 這個就是它最大的智能進化地方 同時另一個主要的進化 是採用了銅管和石墨的防護層 令到整個手機的散熱效果更加快 更加全面而不會局部過熱而導致適機 石墨是一個創新的原材料 認識石墨可以由電纜開始 如果一條的電纜是用石墨來造成的話 這樣在傳送電力的過程裡幾乎是零損耗